双世宠妃原著 爷 我等你休妻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第36集 王妃姐姐说笑了 妹妹我怎么敢有不满意呢 嗯 那就好 看来是妹妹错怪王妃姐姐你了 妹妹我 我 尹香农说着说着 突然眼泪就快要出来了 如果你觉得好喝的话 我屋里头还有半只参 我也不怎么喜欢喝 不如你就拿回去吧 这怎么好意思 尹香农一喜 怒气便也给散得七七八八 静心 一会儿把那半只参 给尹夫人送去 是 王妃姐姐 妹妹院子里还有些事 就不多打扰姐姐休息了 妹妹我 心情告退 尹香农走到这一步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站起身来 向着曲桃儿跌了跌头 便往门口走去 啊 啊 那你慢走 曲桃儿轻挑着眉 但笑的看着尹香农的背影 她还以为尹香农来会搞什么大事呢 结果还不是一只身给搞定了 至于为何会浪费一只身 并不是曲桃儿怕姓颜的 只不过是不想那寻死的丫鬟为难 若姓颜的在这里受了气 回去那丫鬟也是受罪 第二天一大清早 曲桃儿刚慢腾腾的从房里出来没多久 管家便把一道消息给说了出来 真的所有人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不然周管家也不会再次确定的 回王妃的话 您刚刚听的一点都没错 不可能吧 我的耳朵没有问题 你说你的说法也没有问题 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曲桃儿怀疑地盯着管家 实在是怀疑他话中的真实性 但他就算是再怎么不得宠 而且还备受冷落 别人也不至于敢耍着他玩才对 回王妃的话 您听的确确实实是有这么一回事 小 你等等 府里的丫鬟人数不够吗 曲桃儿打断管家的话 一条一条给他分析着 这件事情的不可能 他敢肯定 墨连城绝对是故意在家看他不顺眼 所以才会有那个决定 哦 回王妃的话 府里的丫鬟人数够多了 那本来服侍王爷的丫鬟不合他的意 回王妃的话 府里的丫鬟都是经过精条细选出来的 那就是我曾经得罪过他 他要报复 不可能 他就算是得罪天得罪地 也绝对不会去理会那个男人 但现在这算什么跟什么 要他去伺候墨连城 每天给他送早膳 是他太闲了 还是嫌他太无聊了 可悲催的 他能不能说不 回王妃 这 小得不清楚 管家微低着头 没有直视曲塔儿的视线 可也没错过了他眼中的那一道怒意 管家 我能不能不去啊 回王妃 王爷的早膳 想得已经备好 就等着王妃过去 而且 王爷也正等着您过去伺候 王爷现在在哪里 曲塔儿牙一咬 奄奄地 瞪着管家身后 丫鬟端着的东西 王爷在书房 曲塔儿没再多问什么 接过丫鬟手中的托盘 便往着墨连城的书房走去 管家本也是要跟过去的 但他没让他跟着 只让静心跟着 而另一边书房内 墨连城坐于书桌前 手微动着正在画着什么 而书房的下方位置坐着墨敬轩 哎八哥 我这就不懂了呀 你为什么要把八嫂放在身边啊 墨敬轩对于墨连城的这个决定不能理解 为什么不能 墨连城淡笑着 头没抬 手没停 就连墨敬轩的到来 只是微抬了那么一会儿头 便没再去理会他 但八哥不是不相信他吗 而且 八嫂还是曲府里出来的女人 哎你别忘了 曲大小姐是大王兄的妃子 要她真是他们派来的 那岂不是有麻烦了 哦 确实啊 八哥我是在认真跟你说的 你 我也是认真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不这么做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墨连城淡笑一声 对于墨敬轩的疑惑 并不想马上给他解答 反倒是由着他去猜测 如果换作是我 那我一定就会把他隔得远远的 让他永远都没有机会接近我的身边 就连住处都把他给安排得要多远有多远 省得看到就心烦 明知道他嫁过来就是不安好心的 哼 我可没那么好的修养 天天笑对着他 墨敬轩直接就把心里头一直想说的话 一口气都给说出来 看来 你对他的成见倒是挺深 难道八哥你对他的成见就不深 哦 何意见得 八哥要是不讨厌他 又岂会在新婚第一夜就让新娘独守空房 而且也还从不招他事情 更没有踏进过学院 对他更是不闻不问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八哥的心思吗 嗯 你对我的事情还是挺了解的嘛 墨连城笑得淡然 对于墨敬轩所说的事情却也没反对 只因他说的表面上算是一件都没错 不是我了解 而是京城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外人都在传八哥不喜欢他 而他现在都快要被打进冷宫了 小心说谎 省得让人捉到把柄 怕什么呀 反正父王的位置早晚都是要传给你的 大王兄虽然是长子 但他却没有治国的本事 二王兄性责太过阴朗也不合适 这说来说去 还是八哥最合适 这种话 以后还是不要说了 除非你想我死的话 墨连城轻挑着眉 视线落在画纸上 眉头轻皱着 似对于画上画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太满意 哎好了我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不懂 八哥你为什么非要 既然放他在别的地方 让我看不到他的意图 那不如 就让他待在身边 时刻盯着 这就叫知己知彼 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 有一个女人 想翻墙逃走的事情吗 八哥 该不会说的就是 墨敬轩一惊 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日子过得太闲了 总是该找点事情出来 忙活的 王妃到 突然 门口响起一道声音 声音一落 下一刻 关着的书房门 便让门外的人给推开 而驱塔二 端着一盘东西走了进来 跟进来的还有静心 王妃到 唐儿见过王爷 驱塔二走到房中间时 便停下脚步 微微向墨连城扶了扶身 视线转向一旁的墨敬轩 想开口 但却弄不清他的身份 一时也不好说什么 原来是八嫂啊 我是排行十四的墨敬轩 八嫂撑我十四就可以了 墨敬轩爽朗一笑 倒也不显得生分 从他刚才进来 他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疑惑 原来是十四王帝 唐儿突然过来 不知是否有打扰到王爷的事情 驱塔二轻笑着 视线转回墨连城 有些担心地问着 八嫂多虑了 其实我八哥也没什么事说 只是随便聊聊 那既然八嫂来了 不如也一起坐下来聊聊吧 塔二不敢 塔二只是一个辅导人家 不当参与男人的事情 父亲有交 王爷的事情不是塔二该问的 而塔二也问不得 那 墨敬轩嘴角一抽 怪异地盯着驱塔二看 而书桌前坐着的墨连城 却始终都没开口 视线偶尔会扫向驱塔二 却也只是一闪即逝 不多停留 王爷应该还没有用早膳吧 塔二带了些点心过来 不如请王爷先用些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塔二就不打扰了 王爷要有事 也可请丫鬟通报一声 塔二便会马上过来的 驱塔二走到书桌前 把盘子放下来 微低着头 一副温舍模样 话完也没等墨连城回答 便直接转身 在哪里进来的 便在往着哪里出去 八嫂不留下来吗 墨敬轩脸部仍是微抽着 实在是怀疑着自己所看到的 不了 塔二知道 书房种地 不是塔二该多留的 那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吧 墨连城不紧不慢地开了口 头微抬 视线紧盯在驱塔二的背后 就连他因为他这句话 而身子明显僵硬的情况 也看得一清二楚 是 驱塔二对着门口 干扯着嘴角 下一刻 他转过身来的时候 一切又恢复到了原位 然后 不知坦儿该坐在哪里呢 好累啊 墨敬轩突然冒出一句话 只是说得模糊 让人听得不太真切 十四弟在说什么 驱塔二疑惑地看着墨敬轩 啊 我在说这茶好香啊 这很久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茶了 啊 那十四弟就多喝一点 好 墨敬轩听完 嘴角更是抽得厉害 过来 替本王嬷嬷 墨连城淡扫了一眼驱塔二 头继续低下去 慢慢地画着自己的画 是 驱塔二微微一笑 轻声回着 标准的好妻子模样 不管是声音还是态度 一切都装得再完美不过 连她不免都要替自己鼓鼓掌 看来 她还真是有演戏的天分 实在是悔不当初 为什么不去报异笑 然后头一低 慢慢地走过去 扫了眼桌面上的情况 也不再多问 直接拿着墨条 便慢慢地磨着墨 一圈 两圈 三圈 每磨几下 视线便扫下墨连城 面前的画像 八嫂 平时都在忙些什么呀 忙 那倒不敢说 只是闲着的时候 看看女书 再读读舞剑 偶尔还赏赏花 再学学刺绣什么的 原来八嫂的习惯 还真是不同 墨静轩说完 又沉默了下来 而对于这种问答方式 实在是受不了 更受不了 曲堂儿那一开口 不管是语气还是态度 都显得过分地小心翼翼 王爷喜欢画画 曲堂儿轻声问着 其实他想说的是 画完了吧 那他是不是该回去了 嗯 王爷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曲堂儿管他喜欢画什么 一点都不喜欢 站在一旁看着他画 他坐着画画不累 他站着看画 眼睛都嫌累得疼 什么都画 王爷这画 应该也画得差不多了吧 那不如吃点东西再画吧 不用 王爷应该口渴了吧 不如先喝杯茶 不必 王爷也该做累了吧 那不如歇会儿 不累 那 十四弟 你的茶水似乎倒得太满了 曲堂儿说到一半 而一个转头 看到的便是墨静轩愣着眼 张着大嘴 一边倒着茶 一边看着他们这边 就连自己倒的茶都满意出来了 也不自知 啊 哦 墨静轩一惊 马上回过神来 把茶壶给放了下来 王 启禀王爷 云夫人到 曲堂儿的话说到一半 便让门口的通报声 给抢了过去 嗯 让他进来 墨连城扫了一眼曲堂儿 视线转向门口处 仅是淡扫一眼 也没多去理会 不多时 门外走进一位妙龄女子 浓妆艳抹 身姿惹火 每走一步 腰枝都快要随风摆动 而脸上现出来的笑容 浇得都快滴出枝来 幽怜见过王爷 见过十四王爷 云幽怜走进书房来 微扶着身 向墨连城与墨静轩请了安 视线转过去堂儿 眼中闪过一抹阴狠 但马上低下去的头 便把这道视线给引了下去 有事吗 墨连城没抬头 淡淡地问着 回王爷的话 妾身有好些日子 都不曾见过王爷了 心里甚是挂念 所以 今日妾身不请自来 还望王爷勿怪 云幽怜悠悠一笑 扭着腰枝 便往墨连城身旁走过去 曲塔二威瞪着眼 难以置信地 看着云幽怜的举动 就连她脸上 每一个戏动的表情变化 都不想错过 我靠 这女人 这架势 那个腰枝都快要扭断了 还扭 这女人虽美 可美得过于庸俗 就连笑都笑得太假 让人觉得刺眼 如果刚刚门口 不是喊着云夫人 她实在是怀疑 云幽怜 是从某妓院里出来的 嗯 墨连城淡淡一笑 不管是什么回答 态度永远都显得平平淡淡 就连回的话 都寡言得够彻底 王爷 您还没用早膳吧 云幽怜扭着腰枝 走到墨连城身旁 视线一扫到桌面上 摆着的点心 便出现一脸的厌恶 呀 王爷 您该不会早上 吃的这种东西吧 还好妾身早有准备 这是妾身亲手 给您做的百合粥 您尝尝 看看合不合你的口味 云幽怜闲恶地 扫了眼桌面上的点心 回过头去 便从丫鬟手上 把碗给端了过来 往墨连城面前递过去 放着吧 墨连城摆摆手 视线仍专注地 画着手上的画 似一时一刻 也不想停下手来 不行 王爷 您不吃点东西 怎么可以呢 这对身体不好啊 这是妾身的一点心意 王爷怎么可以这样 云幽怜说着 眼中微向着失忆 自扰墨连城的一句话 就给伤了心 我去 这女人 这戏眼的 比我还要过分 屈塔摇摇头 嘴唇动了动 没落下什么话来 继续磨磨 王爷 您就多少喝点吧 云幽怜不满 非要让墨连城 喝粥不成 哎呦 我的肚子正好饿了 八哥既然不喝 那不如让十四弟我喝吧 墨敬轩实在是看不过去 而肚子也正好饿了 不好意思啊 十四王爷 如果十四王爷 真的想喝粥的话 那幽怜 让下人再给您 盛一碗过来吧 云幽怜想都没想 便直接拒绝 哦 那不用了 墨敬轩怂怂间 懒得去在意这种小事 自顾自的倒茶来喝 王爷 这是哪个院里的丫鬟啊 妾身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是不是新来的 不过 看着丫鬟长得也不怎么样 不如 让妾身给王爷 换个手脚灵活的丫鬟过来吧 省得她办事不力 惹得王爷您不高兴 云幽怜瞪了一眼屈堂儿 由于屈堂儿刚嫁进王府不久 而她自视清高 压根儿没有去学院请安 以至今日见了屈堂儿 还以为是丫鬟 但如此绝美的丫鬟 也是八王府女人们的劲敌 我不是丫鬟 屈堂儿轻声回着 头低着 继续磨磨 虽是给云幽怜回这话 视线却从不曾去接触她的瞪视 反倒是直接把她给无视得彻底 不是丫鬟 那你怎么会在书房里 而且还帮王爷磨磨 一看你就是个丫鬟的命 要身材没身材 要样貌没样貌 难道你还想当王妃不成 她确实是本老的王妃 屈堂儿和墨连城 两道同样淡然的嗓音 几乎同时间回应 诡异得半分不满都不存在 让人怀疑着 他们还懂不懂 怎么叫做生气 屈堂儿扫了一眼云幽怜 视线转过墨连城 也不多说什么 又再继续磨着墨 这你们一开口 便让人觉得讨厌 够嚣张 呦 原来 她就是那个 由屈府嫁过来的四小姐啊 那妹妹见过王妃了 不过 妹妹听说 王妃在娘家的时候 就不怎么得宠 可没想到 这到了八王府 竟然也不得王爷的宠爱 呀 你看我这张嘴 就是不讨人喜欢 要是说了什么话 得罪了王妃 王妃您可不要见怪啊 云幽怜 冷眼扫着屈堂儿 话说得尖酸 半分面子都不留 怎么会 屈堂儿淡淡一笑 好态度 好脾气 连表情都不曾变过那么一点 这女人要说就说吧 也不用说得这么狠吧 还给她摆着一脸的鄙视呢 去她的 老虎不发威 当她是病猫不成 可 她就是得忍着 人家姓末的两兄弟还在瞧着 她可不想死得太早 太难看 没有就好 你也知道 妹妹我这张嘴 一开口啊 说了什么话 得罪了什么人 有时候都不知道的 要是 嗯 是挺让人讨厌的 屈堂儿点点头 再给了她一个肯定的回答 只是屈堂儿的话才一说完 远幽连整张脸都变得一清一律的 你的脸色不好 是不是不舒服啊 用不用让丫鬟去请大夫过来看看 屈堂儿一脸担忧地看着她 就像怕她一个呼吸不顺倒下地来 黄妃真是说笑了 我怎么会不舒服呢 允幽连音笑着 视线扫向屈堂儿 眼中闪过一抹恨意 黄爷 您的墨干墨好了 屈堂儿扫了一眼墨连成快要完成的话 淡淡地说着 刚开始没多留意她画中画的是什么 但这一细看 墨连成画的警务图 确实该死得眼熟 貌似 这 这根本就是我血院里的正念停下 她晕 郁闷 没想到 她竟然画得一处不漏 一线不差 只是 再磨下去 她怕会让某嗜切扫射过来的视线 给射杀掉 女人瞪女人 果然不是普通的狠 而且对面瞪着她的女人 还是个狠角色 磨着吧 墨连成淡淡地回着 仍是漫不经心地画着 不如 切身替王爷摸摸吧 云妖莲一听 见墨连成要继续画 马上就赶往屈堂儿那边去 谢 屈堂儿本想说声谢谢 然后好把大卫给让出来 只是话还没谢完 云妖莲一走过来 便二话不说 硬是想要把她手中磨着的墨条 给抢过去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云妖莲就算是没好声没好气 但动作也该要温柔点吧 那她也不至于死拿着不放 可偏偏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结果 屈堂儿本想放手的 但临途一改 却是把墨条握得更紧了些 而磨着墨的动作没停 反而更用心了一点 不麻烦 反正我也是伺候惯了王爷 也不差这一回 王妃 你就放手吧 妹妹我来就可以了 云妖莲烟策策地瞪过去 伸过去抢东西的手 此时也更用力了点 反观一边画着画的墨连城 貌似不曾注意到 一旁快要打起来的两个女人 神情专注继续画着 偶尔还把毛笔往眼台上点点墨 然后再继续作画 陡然 书房的现象有点诡异 一旁争抢得激烈 一旁画得丝毫不分心 而另一边瞧戏的墨静轩与静心 两个人都愣愣地盯着 这一动一径的场面 哑然无语 那个 我说啊 你叫什么 回十四王爷 奴婢叫静心 那 你是不是该过去 帮帮你家主子的忙啊 墨静轩微抽着唇 怪异地看着静心 奴婢有心无力 那不知 十四王爷为什么不去让王爷开口 其实本王也是有心无力 然后两人再次沉默 继续磨 墨连城轻挑着眉 随手往宴台点点墨 又继续作画 是 王爷 切身替您磨磨 云幽怜一听 马上硬着 然后下一刻 更是用力 抢着曲唐二手中的磨条 只是 哦 既然你要磨 那就让你磨好了 谁也没想到 曲唐二说放手就放手 一点给别人细想的心理准备都没有 放手的速度太快 而云幽怜抢的动作也够狠 然后 噗 墨条硬盘而起 随着动力 直接往某一个方向弹 飞了出去 啊 我的衣服 云幽怜一声尖叫 难以置信地看着身上衣服的墨迹 而这件衣服 还是为了来这里 特别花了大把的银子 让人给定做的 哎呀 怎么回事 墨条怎么飞了 曲唐二四也受了惊吓 愣愣地看着云幽怜的衣服 再扫了眼 被丢在地面上 无人问津的墨条 哼 他就知道 结果会是这样 刚才 他只不过就是不小心 再故意了点 用多了点力气 磨了一把墨条 然后再放手 让那个人来抢 结果好了 大功告成 你 你是故意的 你是不是故意想看我出丑 就算你是王妃 那也不能这样啊 虽然我只是个侍妾 但也有尊严 不能随便让人欺负 云幽怜大怒 指着曲唐二便来了一通指控 在眼眶红红 准备要落下雨点 你 曲唐二一时愣了愣 他本以为墨连城会开口 结果 墨连城这丝两耳不闻身边事 而那幅本早就该完成的画 却似乎永远都完成不了般 永远都有的画 这家伙不出声 也不理会 怪不得 这泼妇会这般嚣张 原来是让人纵容的 怎么办 衣服都这样了 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可是 我的衣服上也撒了好些墨迹啊 曲唐二轻颤着嗓音 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也一脸的哀怨 如果不是你突然放手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根本就是在嫉妒我得到了王爷的宠爱 所以你就看我不顺眼是不是 云幽连借墨连城不开口 也没去理会他们 便更为大胆了些 就连指控都说得这么强势 我 他 他晕哪 这女人有完没完 他都已经忍到这种程度了 还不行 王爷 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啊 这件衣服 是妾身特地让人做的 还花了好些银两呢 现在没了 要妾身怎么宽得下心来 既然谁弄脏的 那便该有谁来陪吧 墨连城淡淡地回着 最后几笔 显然画得更为细心了 谢谢王爷 云幽连一喜 脸色更为嚣张了 墨然 驱唐儿美眸一闪 嘴角快速地勾起一抹鬼笑 他突然脸色一改 弱弱道 对不起王爷 对不起优怜妹妹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都是唐儿的错 要不是唐儿 也不会害得 优怜妹妹的衣服弄脏了 更不会打扰到王爷的心情 是唐儿的错 都怪唐儿 驱唐儿决定走一条悲情路线 压低着嗓音 顺便也把鼻音给弄了出来 而最后一句话 竟然都隐隐约约 可听得出哭诉的嗓音 画完 手突然捂着脸 哭着跑离原地 向着门外跑 主子 等等奴婢 静心见驱唐儿走了 马上也跟着跑了过去 王爷 都怪妾身 那妾身也回去了 云幽怜见驱唐儿走了 心中的怒意还没发泄得完 却也不想就这么放过他 向墨连城说了一声 便也出去了 八哥 不去看好戏 墨静轩忍住狂笑 向墨连城扫了一眼 视线却死盯着门口方向 就怕一会儿错过了 什么精彩的片段 本王的话还可以吧 墨连城没有理会他的话 而是不紧不慢地 把画好的画给架了起来 让墨静轩可以看得 更为清楚一些 墨静轩一望 嘴角一阵抽搐 无话可说 只因墨连城画中画的 却是两个女人画像 一个低垂着眼的女人 像驱唐儿 一个插腰似在怒骂的 像云幽怜 只是 为什么他们刚刚没看到 而另一边 驱唐儿捕着脸跑出书房之后 在确定后面没人看着的时候 怂怂肩 再把手放下来 慢慢地走着 脸上的笑 却是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都没停止过 主子 您没事吧 刚刚那个袁夫人真的是太过分了 连奴婢都看不下去了 静心跟在他身后 担心地问着 嗯 他确实是挺可恶的 驱唐儿回应着 嗓音带着哭泣声 只是绝美的脸上 表情都快要扭曲在一块了 狂笑 再拼命忍着 主子 你也别气了 省得为了不相关的人气坏身子 我现在看起来 像是很生气的样子吗 驱唐儿 抖着肩膀问着 主子刚刚哭着跑出来了呀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刚刚演得很逼真 是啊 我说静心啊 连你也被骗了吧 你再看看 我现在哪里看起来很气 而且还哭得很伤心的样子 没有吧 驱唐儿狂笑着 转过身来 得意地看着静心 什么哭着跑出来 什么让人给气的 原来 他还真是有演戏的天分 那不是真的 静心也愣住 当然 不然 王妃 走得这么快 是赶着去哪儿啊 突然 原幽怜的声音传过来 正好打断 驱唐儿刚想出来的长篇大论 就连她还没有来得及 爆笑出来的声音 都给硬生生地拦了下来 糟糕 驱唐儿暗叫一声不妙 没料到 原幽怜竟然还跟着她杀了过来 不过还好 静心的身子 刚好就把她给挡了下来 不然 原幽怜一来就看到 她一脸的德一样 肯定会气得吐血 不知你还有什么事吗 虽然你是屈尚书大人的千金 现在还是王爷的王妃 但毕竟 我比你早来这么些年 论年岁也比你整 我能尊称你一声姐姐 那是看得起你 不要以为我是在怕你 云幽怜音笑 摆着架子走了过来 是 你说的是 我虽然是王妃 但我知道我不得愁 驱唐儿微低着头 轻声回着 标准的受教姿态 大家既然都住在一个王府里 那就好好相处 不要仗着自己是王妃 就可以什么都不顾 再怎么说 王爷并不是你一个人的 而你 也不能独占着王爷 就算我肯 王府里的其他姐妹 也都不会同意的 是 你说的是 曲唐儿点点头 受教的可以 只是 袁幽怜哪只眼睛看见 她仗着王妃的身份 为所欲为了 如果真说有人 那她袁幽怜 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至于墨连城 就算是送给她 她都嫌看着泪眼睛呢 既然不得宠了 就不要霸着 王妃的位子不放 不该是你的 就不要强坐上去 小心坐得太高 会摔死你 曲唐儿 愣愣地抬起头 看着她 你的意思是 让我离开 怎么 不舍得 你以为 这个王妃的位子 可以坐得长久吗 早晚都会 让人给推下去 到时候 你可是会死得更惨 那怎么办 那好办呢 只要你跟王爷说 你不想当王妃 让她休了你 放出府 不就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可是 可是什么 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吃相的就滚出八王府 不然 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啊 我知道了 曲唐儿低下头来 轻声硬着 确实 她是真的知道了 这女人 想赶人 也不用赶得 这么明目张胆吧 好歹她名义上 也还算是个王妃吧 以下犯上 尊卑都不分了 袁夫人 你吓着我家主子了 而且王爷也没说 要修了我家主子 你怎么可以 静心 静心陡然也学着 曲唐儿的样子 就连语气都给学了个七八分样 标准的好欺负型 同时 在云幽莲看不见时 朝曲唐儿使了试眼色 事已暗处 还有其余的人在看 闭嘴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滚一边去 说得我不高兴 我 袁夫人饶命 可奴婢说的句句都是实情 还请袁夫人 不要为难我家主子 静心的前一句话 让云幽莲给打断 然后等到她开口 说到一半的时候 也来给她打断一下 该死的奴婢 看我不打死你 不要打静心 我不跟你抢王爷就是了 你喜欢就拿去吧 曲唐儿快速地 把静心一把拉到身后去 再一脸惧怕地 看着云幽莲 呕血 这戏果然不是人来演的 想想那些 演苦情戏的演员们 她现在亲身体验到了 那种感觉 还真是替他们可怜了 最好就是这样 不然 大家走着瞧 云幽莲狠狠地 瞪了一眼惊心 视线转向曲唐儿 眼神也没好到哪里去 慢走 不松 曲唐儿动了动嘴唇 只是用唇语 对着云幽莲的背影说着 八嫂为什么要这么怕云夫人呢 墨静轩淡淡地从树后走了出来 淡笑地看着曲唐儿 曲唐儿还没回答 另一个女子 已经没好气地开口 不然你还想让唐儿 当着面跟她对骂不成 苏月拉一袭锦绣青衣裙 款款不出 有一种成熟女子娇懒的美态 她对于刚刚的一幕也看见了 精致的脸上也微微现着难看 见她看向十四的目光 落落大方 应该早见过十四爷的 不过对她又没有什么好感似的 你是谁啊 墨静轩一见到苏月拉 眼睛明显一亮 像我们这些小人物 怎么好劳烦十四爷记挂着呢 苏月拉淡淡扫了墨静轩一眼 平淡回着 那可难说 说不定我还真的就看上你了呢 谢了 小女子我销售不起 苏月拉是我的好姐妹 她不是我的丫鬟 曲唐二不紧不慢地 从她们对话中把话插进去 对于她们一来一往的对话方式 倒也乐于见到 明明就是第一次见面 却没想到两人竟然这么合拍 唐二 你告诉她这些干嘛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好了 你们也别逗了 不知十四王爷找唐二是否有事 曲唐二无奈地拉了一把苏月拉 不想她再说下去 苏月拉虽不满 但仍是闭了嘴 来看戏的呀 不过八嫂 你也太看得开 也太好骗了吧 她说让你离开 你就真的离开了 墨静轩耸耸耸肩 倒也不啰嗦 直接就把来意给挑明了说 她想要 那我就给咯 有什么不对的吗 不会吧 难道八嫂 不想当这个王妃 是不想 确实 如果可以选择 她绝对不会进这里来 那八嫂为什么要嫁给八哥 墨静轩更是不懂了 她要娶 父亲大人要逼 那我就嫁呗 如果八哥真说要休了你 你该不会也二话不说 就打破回去吧 那倒是真的 她会感谢王爷的开恩 如果真有这么好的事就好了 不过走的时候 她倒会跟墨连城 要点青春赔偿费 例如 把她房里那张大床 送给她就可以了 八嫂可不像是 这么好说话的人啊 那十四王爷说 我该像什么人 曲桃儿继续好脾气地 跟她扯着 八嫂 装着做人 会不会真的很累啊 墨静轩若有所思地盯着她 你试试就知道了 累 我简直就是想死 等等 她问这话什么意思 但是我见八嫂装得倒挺乐的 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 其实把你刚刚狂笑的劲 用来对付那个女人 我看 她未必可以斗得过你 墨静轩沉思着 色也幻想着那一天的到来 曲桃儿微微眯着眼 怀疑地盯着她 狂笑的脚 该死的 她竟然看到了 一定是十四王爷刚刚看走了眼 唐儿怎么会狂笑呢 我现在发现 我是越来越喜欢八嫂你了 跟你说话呀 比其他女人舒服得多了 哎呀 如果你不是曲解的人就更好了 可惜啊 不过也没关系 只要八嫂的心是向着八哥的 那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